一个迷你小人在上厕所 突然他站立不稳 撂进了马桶里 女友还在听音乐 半天后才发现小帅不见了 于是来到卫生间 壳里面根本没有人 他想洗洗手 没想到小帅从里面钻了出来 难道水龙头跟马桶连在一起了 咱也不懂 女友想穿高跟鞋 可怎么都穿不进去 里面好像有东西 就是掏不出来 小帅健壮 动身一跳钻到鞋里 从里面掏出很多东西 甚至还有一颗螺丝钉 穿上他不会各脚吗 突然小帅发现自己出不去了 正在这时 小美回来了 拿起高跟鞋 就往脚上穿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是穿不进去 脱下来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没想到小帅竟然在里面 随后伸出三根手指 把他夹了出来 这次很容易就穿上了高跟鞋 画面一转 小美在练习飞镖 可怎么都打不中靶子 他非常沮丧 小帅坐到飞镖上 负责掌握方向 他用力一扔 飞镖就射了出去 小帅不断挥动双手 改变气流 下一秒就射中了靶心 你说他厉不厉害 紧接着小美拿出一个杯子 把小帅扣到下面 可掀开杯子一看 窝了个乖乖 人怎么不见了 藏到咖啡杯里了吗 没有 另一个杯子里呢 也没有 随后他搓了搓手 又掀开之前的杯子 小帅果然还在里面 这也太神奇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他藏到哪里了吗 男人蹲在地上偷窥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巨人 可巨人却不想放过他 不停地搓着手 随后伸出两根手指 把他拎到空中 紧接着张开血盆大嘴 手一松 男人就掉到口中 巨人非常兴奋 不停地仰天大笑 还搂了搂肚子 正在这时 一架直升飞机飞了过来 随后射出一枚导弹 正好打中女人手臂 不过他却撒地没撒地 这皮真够厚的 他非常生气 举起巴掌大的巴掌 用力一扇 飞机就掉到地上 成了渣渣灰 就在刚刚 这对小情侣还在吵架 女孩非常生气 从胸口掏出一瓶生长剂 随后拧开盖子 差点把男孩吓尿了 下一秒 女孩一张嘴 把药剂喝了下去 还一脸的坏笑 窝了个乖乖 他竟然快速膨胀 眨眼间就有49.9米高 吓得男孩转身就跑 幸好行人不多 巨人每走一步 都要小心翼翼 生怕踩坏了东西 他可陪不起 没过多久 就追上了男友 还把他吞到了嘴里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这种药剂 你敢不敢喝下去呢 一个小人站在狐嘴上 突然冒出一股白烟 他就钻了进去 没过多久 女友走了过来 看到桌子上的神灯 非常感兴趣 把他碰到手中 还用手擦了擦 看看是不是黄金做的 随后放到桌子上 窝了个乖乖 虎嘴竟然喷出一股白烟 白烟中还飘着一个小人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阿拉丁神灯 小美想到一个好主意 急忙许下愿望 只见小人拍了下手 下一秒 小美就换了身衣服 还获得了傲人的身材 她非常兴奋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 紧接着又伸出双手 许下第二个愿望 小人也不废话 又拍了下手 蓝光一闪 手上就多了几个金光闪闪的钻戒 还有499克的金镯子 这也太奢侈了吧 跟做梦一般 可他还不满足 又许下第三个愿望 小人无奈地拍了下手 下一秒 绿光一闪 他就有了一副性感的嘴唇 简直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看着小人支咧嘴 由于魔法用完了 小帅也恢复了真身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把神灯给你 你想许下什么愿望呢 男孩拿出神秘药水 打开盖子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下一秒 一阵头晕目眩 他就缩小了十万倍 变成迷你小人 正在这时 女友回来 一屁股坐到凳子上 他还没有发觉 刚想喝口咖啡 突然肚子疼 于是撅起屁股 释放出气体 小帅还一脸享受的表情 随后女友起身 拿了袋薯片 小帅又遭了殃 可等了半天 发现男友还没到 他又站起来去拿手机 想跟小帅发条消息 突然觉得屁股不舒服 于是站起身 低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男友怎么成了迷你小人 他顿时就不淡定了 把小帅放到一块糖上 可想到刚才肚子不舒服 张开大嘴 把男友吞了进去 小帅顺着肠道快速下落 掉到了胃里 看到里面这么黑 急忙点燃火把 发现有好多小飞虫 而胃里还冒出气泡 差点把他熏晕过去 于是张开嘴巴大声求救 想让女友放他出去 可小美根本听不到声音 他只好在肚子里搞点破坏 下一秒 小美就觉得肚子疼 于是急忙起身 朝厕所跑去 等小帅回来后 差点成了傻子 身上还有一股怪味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这种药水 你想不想试试呢 盒子上有个迷你笑人 可女人根本没注意到他 手一伸 把他碰了进去 随后拿起盒子 把麦片倒入碗中 紧接着又倒了满满一碗牛奶 一勺子下去 把男人挖到里面 随后送到嘴边 而女人正在刷手机 根本没发现异常 下一秒 就把男人放到嘴里 嘎嘣嘎嘣嚼了起来 还一脸享受的表情 紧接着闹铃响起 原来刚刚只是个梦 吓得小帅赶紧起床 发现女友果然在吃早餐 她拿起面包 放了两片哈尔滨红肠 随后喝了杯咖啡 窝了个怪怪 这根本不是水 一阵头晕目眩后 她就变成迷你笑人 紧接着被面包盖到下面 女友拿起来后 哭吃就是一口 画面一转 小帅又被吵醒 难道刚才还是个梦 起床后开始洗漱 拿起桌上的二锅头 喝了一杯压压惊 下一秒 又成了迷你笑人 你说她倒不倒霉 正在这时 女友走了进来 一脚下去 把她踩成了漏饼 随后她又活了过来 难道这是梦中梦 还是精神出了问题 吓得她赶紧吃片药压压惊 不料药片卡在喉咙里 就是咽不下去 她急忙拿起旁边的杯子 一口把水喝了进去 悲剧再次发生 她又成了迷你笑人 更倒霉的是 女友又走了进来 一屁股把她坐到下面 剧本又重新开始 小帅彻底郁闷了 干脆裹着杯子 继续睡觉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刚才是真实情况 还是梦中梦呢